充飛器 哈哈哈哈 心抗室 屏幕奔血 保護我 警察要上 我真的怨著 你懂得嗎 我會出來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啊 中共解除了旅遊團結 也就是說 中國公民啊 可以透過旅行社辦理團結團出的旅遊簽證 包括歐美日韓等 78個國家 唯獨啊 沒有所謂的台灣省 非常的搞笑對吧 你自稱台灣是你領土的一部分 但你卻不能讓其他省的人民 來自家領土台灣省遊玩 邏輯上你不覺得有點衝突嗎 還可以去其他國家耶 但台灣省是我國領土 但你不能去喔 喔 所以台灣是你們的風水寶地嗎 跟以前大清的時候 漢人沒有經過允許 是不能特別去滿洲去東北三省的 對嗎 原來台灣在你們心中的地位啊 如同大清的東北一樣啊 哇 真的是太賞識我們台灣了 不然到底是怎麼回事不讓中國人民來啊 而現在有一些台灣的觀光業者啊 在痛罵台灣的政府 竟然中國開放的旅遊名單啊 沒有台灣 那這些業者 說之後還要上街遊行抗議台灣政府 我的天啊 在昨天之前啊 你看到歐美日韓的業者 說要上街抗議自家政府了嗎 而這個理由是 中共不讓中國人來消費遊玩 所以我要來抗議歐美日韓台灣的政府 這些台灣人你們腦子洩洪了是不是 我們來看這個 尤其是花蓮的一些業者 大家同為花蓮人 怎麼就你們在靠腰欸 你們怎麼不靠腰是中共限制 他們自家人民出遊的權利啊 一些花蓮人還想回到十幾年前那種 隨便擺爛大街沒品質的那種商品 也可以賺的盆滿博滿 因為中國人多嘛 你隨便做他們總要吃飯嘛 所以是做的再糟糕 價錢那種再誇張 他們也買啊 這樣就能賺爛中國人的錢啊 所以我想回到那種模式 但這種模式會拉低台灣的觀光水準 對不對 十幾年前台灣那種觀光環境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啊 或許有人會說 欸歐美國家也是一堆中國觀光客啊 但他們的觀光旅遊品質也是還不錯嘛 但你這裡就忽略掉一個重點啊 什麼重點 台灣這十幾年前啊 大中市場是以中國為主 旅遊團啊 旅客啊 那其他歐美日韓來台灣的人 比例來說非常的少 那這樣大家就會想說 反正我大中是中國市場為主 中國人多嘛 他們旅遊品質也可以低下一點 都可以賺他們錢 他們也不care 你自然就不會去進步 你又更吸引不了歐美之韓 其他國家的旅客 你自然就不會進步 確實當年台灣的觀光整個 整體水平更爛 而歐美之韓的旅客非常少 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後 中共禁止自家人民來台灣 從限制個人旅遊到團進團出 所以我們努力的開拓歐美或是東南亞市場 再加上這三年 其實很多夜市都有歐美是韓 或是東南亞的旅客來台灣 你別說我每個月都會回花蓮 有時候會去東大門夜市 已經越來越多東南亞的旅客 講著印尼話或者是越南話 或是東南亞那邊的英文 滿滿的這種腔調的人都在夜市 越來越多而且都是家庭 你們不要把東南亞還停留在那種 印庸、費用來、消費力一定很爛 人家現在什麼印尼、越南這些國家 經濟正在發展 也是慢慢在往高消費成長 而他們的數值 確實比當時的大部分的中國團克好太多了 中國多數旅遊團的數值 你們小粉紅自己也知道是什麼樣子吧? 你們國內旅遊團的數值 你們還不清楚嗎? 自己還看不夠多嗎? 而最關鍵的是什麼? 這些多數出來旅遊團的人 攀比心非常的嚴重 什麼都要比 再加上那些來台灣旅遊的人 或許有些是小粉紅 來台灣之後更看不起台灣的 因為在他眼裡 只有高樓大、下、還有最新的地鐵 才可以代表這個國家越進步 所以為什麼他們也說歐美日韓看起來也都破破爛爛的? 就是因為他們不在意下水道工程 所以現在這個樣子 這些又要抗議的台灣人 現在又想走回頭路 說本來就是腦袋壞掉 沒能力賺歐美日韓東南亞人的錢 你只能賺相同語言 中國客的錢 而且你那個時候其實你不用付出 比現在更大的努力 你就可以賺得蓬滿波滿 但是你會拖垮整個台灣的品質 當然啦 中共這麼做最大的原因就是想藉由這個點 試圖打擊明年的台灣大選 這只是其中一個點 當然中共還有其他層面的議題可以打 如果我也是為了賺錢 我當然希望中國旅客可以盡早的來台灣旅遊 我甚至媚著良心 我也可以跟你們一起上街去抗議 因為我有很多素材可以拍 對不對?中國團來了 裡面不煩有些小粉紅嗎? 我還可以說 來搶我的小粉紅我幫你買機票錢 你來台灣雞加九我幫你出 來你到台灣跟你開個直播 是不是? 帶他們去有國旗的地方看看 帶他們去不小心說錯話 回去背鐵拳 是不是流量賺滿滿? 但是你覺得這樣對於台灣的產業來說 就是劣幣驅除良幣嗎? 當然以上是我個人的觀點 你要賺中國旅客的錢 當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台灣政府也沒說你不可以賺 而最一開始 不讓你們賺中國人錢的人是中共啊 你要抗議 你應該要去抗議中共 而不是抗議 台灣政府 我的天啊 你去抗議台灣政府是三小啦 什麼叫做對等 對等 這才是最關鍵的點 我覺得台灣真的自古為人就是很可悲啊 被欺負的時候要說 你活該 被霸凌的時候要說 你逃打 被打了會說 是你發動戰爭啊 打了 反抗了會說 你反抗就是草菅人命 你被罵了 嗆回去就會被說 你在挑釁中國 真的在中國當執政黨 太爽了啦 被你欺負的他國人民 都還會站出來幫你講話 世界上還有那麼棒的執政黨 我只能說啊 台灣人最好的旅遊時光 已經結束了 未來幾個月出遊啊 會碰到越來越多什麼 中國大媽團啊 或是小粉紅在他國鬧事 例如我們來看這段影片啊 就是中國旅客大鬧泰國機場 我們可以看到 哇他拿這個滑板做事 就是要毆打泰國警察了 你看哇 哇 他在中國的機場 敢這樣跟武警或是公安 這樣子弄嗎 相信他不敢啦 現在很多人維權都要下跪著維權 我們來看一下泰國網友說了些什麼 這些我都已經用翻譯了齁 這個必須抓起來 也不掏槍辣椒噴霧什麼的也行啊 這種人就是給華人丟臉欠收拾 還有泰國人說 太誇張啦太弱啦 如果我在其他國家做 我早就被靠到派出所啦 身在異國他鄉可能會不假思索的 掏出電擊槍啦 泰國警察不擅長這個 但是如何收貢品才能不被抓到呢 OK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泰國網友都是在諷刺自家警察嘛 欺負自己泰國人最會或是跟人家收回扣 去賺這個貪污的錢最會 正式不幹 對吧 那不僅如此 在北京也有一位大媽 跑到蘋果手機店裡面大唱 滿江紅還有木蘭池 這個滿江紅是今年有一個 中國抗親電影 很火紅的歌曲嘛 對吧 他還隨機問路人會不會朗爽 不會了就大罵 你們是漢奸賣國賊 是中國人就不能用蘋果手機 使用的就是美國人的狗 是日本人的走狗 是漢奸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用美國的蘋果手機 會是日本人的走狗 看到這裡我滿納悶的 你去蘋果店唱滿江紅 是抗金的意思 所以美國人是金嗎? 而你知道你現在在的北京 以前是金國的領土 那也就是你跑到以前金國的領土 然後去唱著抗金 你自己才是金耶 你知道嗎? 你是反自己耶 我的天啊 我真的覺得這隻小粉紅都滿精神分裂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穿著洋裝 對吧? 他還穿著西洋人的鞋子 他還戴了西洋人的眼鏡 你應該穿漢服裹小腳 不能戴眼鏡 然後在裡面 媽! 你這樣會比較有立場 對吧? 因為你身上這些發明或款式都是西洋的 而隨後這名中國大媽 跑去隔壁的餐廳被逮捕 最後被押往精神病院 被押往精神病院的時候還說我 我詛咒你們 我詛咒 超搞笑的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原來現在在中國 愛國會被當作神經病 好樣的中共 越來越懂怎麼玩的 而最近中共也通知了一些公家單位 如果你發現身邊的親朋好友鄰居 不管只要你發現有人 他是海歸海外留學歸來的人 或是海外長期工作簽回來的人 你要主動上報給當地政府 你要主動上報給你們公司的黨支部 讓政府做這些標記做這些紀錄 甚至有些地方的社區直接拉了紅布條 你看明目張膽的跟大家講 而前幾天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仲介公司董事長被逮捕了 這家公司被查了 那中共給出的理由是這家公司涉錢違法買賣外匯被查 其實你只要不聽話扣你什麼帽子都可以 因為在中國我說了 你要做中共的生意 你要在中共的官場裡面混 你就必須得那投名狀 那投名狀就是你必須得做一件髒事以上 如果你清清白白的 我中共以後要鬥爭你 我不好鬥爭你 我找不到理由鬥爭你 那也就是說這個貪污的人 逼這個人貪污再舉報你貪污 因為你權力比我想 我想弄你的錢 那其實這家公司真正被搞的原因是 他不願意給中共十幾年來客戶移民 或是詢問的資料 以及他也不願意配合 變成中共的監視機構 但是在小粉紅原理這家公司啊 就是貪污俯辟 沒什麼好說的 聖上英明啊幫我們解決了貪污腐敗 你們自己明明也想貪污當官對不對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 掰